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的热点新闻 国企提供缅甸军方军火 当地反华情绪如外交火药桶 据自由亚洲报道 缅甸军方发动政变 由缅甸公民团体发表报告指出 包括中国北方工业公司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 以及中航寄进出口公司 5家中国国企为缅甸军方提供军火 是缅甸军方的主要奥远方 缅甸公民团体为缅甸工艺发表报告 显示16家向缅甸国防军供应常规武器 和相关物品的外国企业 中国占最多有5家 其次是印度、以色列、俄罗斯和新加坡 各两家 朝鲜和乌克兰则各有一家 硬要保障安全要求匿名受访的 为缅甸工艺发言人表示 中国北方工业公司向缅甸军方售武 缅甸军方将武器用作对付人民 公司又在当地运营两个铜矿 如莱比唐铜矿 驱逐原住民和污染环境 中国公司营企业与缅甸军方的关系千丝万缕 为缅甸工艺发言人引述联合国真相调查委员会指 缅甸军方利用与中国贸易的收入支持国防军在缅甸北部和若开邦与若开军开战 报告指缅甸国防军与若开军交火期间 严重违反人权又逼害信奉伊斯兰教的罗辛亚人 国防军免于行责 发言人又透露军方和相关企业的生意 不受审计和国会的干涉 总司令闽昂来的个人收益国民无从得知 他批评做决策和买卖的属同一批人 明显有利益冲突 为缅甸工艺基于缅甸投资及公司管理局的公开资料 整合了缅甸军方与商业伙伴的名单 记者翻查报告 缅甸军方的112家重要商业伙伴当中 涉及中国和香港资金的有20家 当中包括运营莱比塘铜矿的万宝矿产 香港铜业有限公司 养子矿业有限公司 雨通客车 缅甸世纪辽园真知厂等 当中最少有9家属于纺织公司 缅甸军方主要与中国在成衣制造贸易 获取利润 这112家公司超过9成 与缅甸两大军企 HEHL和MEC都有商业合作 联合国报告指 这次敏昂来发动政变的本钱 就来自两大军企 缅甸民众近日在仰光的中国大使馆前集会 手持控诉北京和讽刺习近平的标语和图像 其中一张新闻图片 民众拿起习近平操控傀儡闽昂来的图画 标语上写着 请中国停止帮助军事政变 请从中国来的联网技术员们马上离开 缅甸政变以来 缅甸民众对中国的不满加深 包括指控中国派网军替军政府截断互联网 扬言要杯葛中国货 甚至有声音说要攻击在若开邦交漂项的中缅油气管道 外界是两国在交漂项的发展项目为旗舰式工程 种种反中讯号展示了民众将矛头直指中国 他们认为中国默许缅甸军方发动政变 批评中国供用武器给予军方 以及与军头做生意 为军队发动政变提供弹药和本钱 熟悉东南亚政治的香港国际问题研究所 东盟及东亚研究主任冯嘉诚认为 缅甸反中情绪在过去也有出现 缅中合作的密松大坝工程和中缅油气管道 当地人都有不满中资的情绪 缅甸舆论称杯葛军方与中国的贸易 主要因为中国在众多国家之中贸易份额较大 新加坡和日本资本也相当可观 缅甸人目前反华情绪高涨 冯嘉诚认为 与近日中国政府对政变的态度有关 冯嘉诚说 2月1号政变后 中国外交部对缅甸政变的立场相对较容忍和直身事外 不评论不干预 在不同的国际场合 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人权理事柜 中国似乎想淡化西方或国际社会对缅甸政变的谴责 这是促成反华情绪的基础 近日有多宗消息在社交平台流传 包括中国飞机运送技术人员到缅甸 称北京正帮助军方建设网络防火墙 有中国士兵出现在缅甸街头 甚至有网民在上网期间看见中文 便联想到中国介入政变 中国驻缅甸大使陈海周一15号反驳 指传闻是无极之谈 又指缅甸政局出现的变化 中方事先并不知情 中方与全国民主联盟和军队都有友好的关系 出现现在的局面完全是中方不愿看到的 冯嘉诚认为 北京明白军方发动政变不代表 与缅甸军政府外交关系更加稳定 以往缅甸前总统登圣的军政府 停建两国合作的密松大坝 以致中国支持缅甸地方民族军队与军政府抗衡 北京都不是全买缅甸的账 冯嘉诚认为 中国态度暧昧 符合其一贯的外交套路 如果中国对缅甸仍然维持不作为 或所谓的韬光养晦的姿态 冯嘉诚指当地反华情绪很有可能有增无减 冯嘉诚说 缅甸过去不是没有过种族问题 尤其是在缅族和其他少数族群之间 华人也曾是缅族或缅甸人针对的对象 特别是上世纪六十年代 军方挑动这种情绪令国内人口不能团结 找了一个外敌合理化军事统治 这是一种危险的可能 如果中国再不划清界限 很难预料何时这种情绪会成为对中国不利的利器 自缅甸在1988年军方发动政变 众多国家中几乎只有中国支持缅甸 在地缘政治角度来说 缅甸与中国地理位置较近 如果中国要突破美国在南中国海部下的第一岛链出海 拉拢缅甸利用当地港口是有力的战略举动 至于缅甸多年来要依靠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保障 党的黑手伸向私企 中国国家资本主义扭曲全球市场 据自由亚洲报道 自从中国崛起以来 西方学者倾向于给中国实行的经济体制 贴上国家资本主义的标签 这是一种以国家层面主导商业活动的经济制度 现如今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越来越强势且具竞争力 但也衍生出许多问题 多位美国专家学者认为 中共势力干预私人企业的做法 不仅威胁全球市场 也会严重破坏国际秩序 在由美国智库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 2月16日举办的线上研讨会上 多位专家学者再度对许多中国企业背后 看不见的那只手感到担忧 那就是中国共产党 近年来 中国政府借由商业途径 一步步将党的手伸入私营企业 试图干预掌控 同时也扭曲了全球商业市场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主席白嘉玲 在研讨会上表示 现在不仅中国的国有企业 带有资安疑虑 或存在国家安全潜在威胁 甚至私人企业都会因为中共干预 而被迫做出对党有利的决策或行动 外界应该对此有清楚认知 我不会认为 由于阿里巴巴是一个私人公司 所以可以很安全地与他们往来 且中国政府绝对不会要求 他们把资料交出来 这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去年底中国监管单位无预警叫停蚂蚁集团上市案 又对阿里巴巴展开反垄断调查 外媒也在今年初披露 中国金融单位要求蚂蚁集团等公司 共享其消费者贷款数据 外界质疑 中共企图透过掌握蚂蚁集团等科技公司 来拓展数字威权主义 而中共此般干涉私人企业的做法也令西方国家坐立难安 长期研究中国国有企业的印尼安纳大学副教授 温蒂勒特也梳理了不同中共领导人的执政时期 中国的中小企业的发展情况 他强调在习近平上任后 政府将党的领导以及企业领导职务做连接的方式更为频繁 例如将董事会主席和党委书记联合任命 是十分常见的做法或是由党来指导修改公司章程 以符合党的要求 并使党在公司决策中的领导作用更加正式化 所有这些措施的累计结果是 政党对于中小企业的控制明显增强 勒特说官方的想法是 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将带来更多经济和政治利益 增强党的控制能够促进问责和监督 并最终能在降低腐败的同时提高绩效 中共对于私人企业的干预 也逐渐威胁到全球市场以及国际规则 与会的专家们就担忧 中国将威胁到以世界贸易组织为首的多边机构 美商安可国际顾问公司 中国总裁前中国美国商会会长麦健璐就直言 中国的计划是使世界更加依赖中国 而中国则不再依赖世界 并且更为自意妄为选择性遵守对自己有利的国际规范 却要求重新协商 甚至忽视那些对自己不利的条款 世贸组织对中国来说就像是一个中外合资企业 如果规则对中国有利 他们就会遵守 如果规则对中国不利 这些规则就不存在 麦健璐说 他强调中国政府仰赖庞大商业市场 威胁利用各国公司遵循中国规范 麦健璐称 全球化取消了这些企业对美国的忠诚 他们所有的关键绩效都是关于股东和利润 由于中国对他们而言是一个比美国更大的市场 这些企业更在意与中国政府打交道 麦健璐说 美国若希望与中国政府抗衡 就必须使这些企业与美国政府站在同一阵线 不过他坦言这非一蹴可及 须有长眼规划 包含投资科学科技等研发与教育 并将顶尖人才吸引到美国 而这些方法都需要美国政府参与其中 积极与学术界企业界共同合作 好我们继续看下面的报道 中共没强助网民仍在clubhouse撒花 综合媒体报道 尽管中国官方日前出手封锁语音社交软件clubhouse 但中国用户仍然活跃其中 不时与台湾用户交流各类议题 例如有中国用户就开设主题房 教台湾用户发儿话音 在西藏跟新疆的朋友 我们想找你们过来聊天 两岸青年大乱聊等club主题房 掀起各界关注后 中国官方8号出手封锁clubhouse 导致中国用户必须透过 虚拟私人网络VPN才能使用 但中国用户使用clubhouse的热情 没有因此被浇息 在官方封锁后 中国用户仍然活跃其中 解除了政治性话题 不少中国用户也开设主题房 与台湾用户讨论生活类议题 例如有中国用户就开设名为 北京人教台湾人讲儿话音 两岸友情大乱顿主题房 进行儿话音教学 不仅如此 在讨论比特币 投资创业 灵异故事分享等议题的主题房 处处可见中国用户的身影 其中有不少还是中国用户主动开设的主题房 当中也有台湾用户参与 形成软性议题的两岸交流 但两岸政治话题也并非转而屈冷 在两岸青年大乱聊后 有用户在开设 你怀念的两岸青年大乱聊主题房 当中聚集了不少台湾用户及中国用户 对两岸未来相处之道进行讨论 对于Clubhouse上存续的两岸民间交流 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王兴贤 今天告诉中央社 两岸民众可以透过Clubhouse认识到 对方不是官方宣传的那个模样 虽然交流无法编辑每一个人 但只要有交流就够了 在你怀念的两岸青年大乱聊主题房中 就有中国用户提到 许多对岸民众对台湾充满憧憬或向往 双方应该增进彼此的了解 两岸民众未来如何在互相尊重的前提下 进行平等对话 是我们应该去思考的走向 人人影视字幕组被查 中国网民急眼了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中国警方试图查封一个传播盗版内容的渠道 此举重新引发了关于中国审查制度的辩论 也令外界得以一窥许多中国人所感受到的焦虑 在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的领导下 中国正变得更加内向 几个月来 上海警方一直在以涉嫌侵权为由 调查人人影视字幕组的内部人员 人人影视字幕组是一个由翻译人员组成的庞大网络 打着共学习交流之用的旗号 向数百万中国人提供未经审查的外国电视节目和电影 这一期调查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直到本月初 上海警方在发布通报称 警方破获了人人影视字幕组侵权案 抓获了十几名犯罪嫌疑人 消息一出 网上一片哀红遍野 在微博上 人人影视因盗版视频被查的热搜 在不到24个小时里吸引了8亿次浏览量 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峰在微博 向他的500多万粉丝写道 致敬在所有时代帮助我们打开世界大门的人 有一名微博用户问道 那给我们一个正版无删除途径可好 这一评论获得了23600多个赞 对于人人影视字幕组可能被关的异常强烈反应表明 尽管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推动民族主义热潮 并猛烈抨击西方思想的影响 但在中国对未经审查的外国内容仍存有巨大需求 对媒体的控制日益收紧之际 这也为一些中国公民多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居民 提供了一个抵制审查制度的难得机会 人人影视字幕组最初是众多翻译志愿者团体之一 这些团体为盗版电影和电视节目编辑非官方字幕 然后将影视剧上传供大家观看或下载 如今人人影视已发展成为中国最知名的未审查外国内容提供者 拥有自己的网站和一款很受欢迎的应用 据上海警方称 截至2月初 人人影视字幕组的网站拥有超过800万注册会员 并提供大约2万部电影和电视节目共下载 人人影视字幕组的网站周二仍可以访问 但下载服务不再运作 人人影视字幕组为回应置评请求 几名中国社交媒体用户在用人人影视的名称玩耿时写道 如果人人有罪那么人人有罪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 盗版内容一直是中国娱乐业的主要组成部分 部分原因在于对外国影片进口的限制和审查制度 许多观众指责这种做法导致一些节目无法观看 在习近平强硬的民族主义统治下 审查制度变得更加严格 即使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试图通过获得热门西方节目的许可 来利用本地需求获利 2019年中国影视频直播网站的用户在社交媒体上要求退款 此前审查人员因涉及裸露和暴力元素 删除了HBO热播剧《权力的游戏》中的几个重要铺术场景 中国西南城市重庆52岁退休人员艾米刘说 她从2005年开始使用人人影视观看 月遇和24小时等美国动作片 2013年这位前英语专业学生曾主动请英 与其他六人一起翻译耶鲁大学提供的在线开放课程 刘说这段经历进一步加深了她对美国文化的理解 听说人人影视字幕组可能会被关闭 她感到很惆怅 她说他们在官方频道提供的都是被审查 和受到意识形态控制的节目之际提供了精神食粮 人人影视曾设法摆脱过之前的法律麻烦 包括2010年警方没收其服务器事件 但粉丝和前议者称 他们担心这次会有所不同 这一最新调查正值中国政府日益严肃对待知识产权盗窃问题之际 就在上海警方宣布抓获人人影视字幕组14名人员几天前 中国主要的政治期刊《求是》 2月1号发表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讲话 强调保护知识产权对鼓励创造和创新的重要性 多年来许多字幕组都是基于中国的一项法律规定而工作 该规定允许为教育目的传播版权材料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根据用户和前字幕翻译人员的说法 人人影视字幕组似乎越来越商业化运作 要求翻译人员学习一本47页的手册 在其网站上发布广告 并出售存有带字幕内容的硬盘 上海警方的通告称 上述被捕人员涉嫌利用盗版材料 通过会员费广告收入和产品销售 赚取了超过人民币1600万元 通告称翻译人员翻译一集剧或一部电影 可获得约人民币400元 中国司法观察杂志的法律顾问和联合创始人于盟表示 拿下人人影视字幕组这个规模最大 最有影响力的粉丝字幕组 向其他类似字幕组发出了一个信号 于盟称他相信其他规模较小的民间字幕组 只要以非盈利的方式运作并保持低调 就可能只会面临民事处罚的风险 而不会面临刑事处罚 不过他表示人人影视字幕组被关受到热议 还是凸显了中国人对官方渠道 无法满足的内容的渴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